我記得我媽媽以前就是有一次 反正我弟弟就有一些狀況嘛 然後就我就是幫他還到很生氣 然後我就不想還 我媽媽就怎麼那麼愛計較啊 怪你 你知道我聽那句話喔 我發心也放了十幾年 為什麼會放十幾年 就覺得說 不想去面對這句話 那你有沒有繼續付錢 有沒有繼續付錢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 還是有付 因為反正我付給我媽媽 我媽媽也會去幫我付掉嘛 可是對我來講就是說 那句話我會一直記很久 為什麼 我後來才發現說我在記什麼 其實我也不是在計較 媽媽講這句話 因為我覺得 反正那個時代 每個媽媽都是這種觀點 其實她也不是特別對我不好 就是所有的觀點就是 全家小孩都要好 對媽媽才會信放一下 我覺得你那個 放十幾年是因為 委屈兩個字 她說你很計較 內心有受傷委屈 沒有 沒有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說 她講 我聽那句話的時候 我想立刻要反擊 可是找不到適當的話 一直到十幾年後 我終於想到那句話是什麼